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暖感,今天有几宗新闻想跟大家讲一讲 有些新闻也挺搞笑的,也跟天气有关,因为真的很热 大家也有一些事项需要注意,在夏天的时候 不只是你的健康,你其他东西的健康也需要留意 究竟是什么健康呢?事不宜遲,马上去片 大家好,又是松仔仔啊,又是松仔仔啊 不是啊,我才是松仔仔啊,哎呀,是松仔仔仔啊 哎呀,我比你搞得很暖,其实这个channel是说什么 我记得蛇都是暖的,那这个channel是叫松仔暖的什么 哈哈哈哈,你少这么怕就认真一点,刚才议员都是议员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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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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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大家经历三十度高温之后 不知道那点呢? 昨晚我觉得OK的 因为我这房间我都说有剧流风 因為我平時兩三點才睡覺,晚上睡覺的時候那些風吹著,我覺得可以接受昨晚 松太太還瘋得他不單沒有開風扇,他還要蓋被子,真的是很瘋狂 你覺得好像很不滿,睡到會扯臂寒,我自己真的不行了,我脫衣服都出汗了 那我就要開了風扇,吹著上門身,但我聽聞有些真的不行了,我已經冷了兩大條的枯頸枕 冷在冰箱上,我打算今晚用,因為今天還是比較熱烈,不過有預錄 剛才和松仔仔去踩單車,哇,熱到,我很有香港的感覺,好像回到香港 那些公園,總之就熱了,焗了,很危險的感覺,但沒有香港那麼嚴重 香港在熱這方面仍然是王者,說起熱這件事 英國今天有一則新聞,就是說有機會有史以來英國出第一個 是一個Lv4的熱風險的衝突 哦,Lv4是高的,之前只是試過Lv3而已 因為聽聞下星期一會去到35度,又調整了 本來是34度,又35度 那Lv4的衝突是一個什麼衝突呢,會不會是全市不用上班呢 是不會的,可以告訴大家 他解釋的是什麼呢,就是病毒和死亡 也會在英國健康的衝突,連健康的人都會中暑 那如果35度是要Lv4的話,我相信香港基本上 每天都是Lv5的,是不用工作的 但是我覺得英國晚上真的不是太辛苦 我覺得是下午比較難 我覺得他們主要喜歡出去曬太陽 英國人是很瘋的 16、17度有太陽 總之有太陽就要出來曬太陽 對,飛出去曬太陽 所以你看到英國,除了醫學美容之外 最多的就是曬太陽的地方 對,太陽燈 經常都聽過錄熟,錄起水泡,生癌症 所以英國人是很多,不是很多 有一大部分的比率會是生皮膚癌 白人是比較容易有的 我們這些就爛命一條,粗人就不會有這些 我們看到太陽也走 我們看到太陽也走 我們是擔遮的,還跑去曬太陽 他們就想變深色一點 深色的就想變白一點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政府甚至為了這個LV4的熱波 還要舉行Cobra meeting 去談如何解決問題 有得解決的嗎? 是沒有的 求雨,很不怕 很不怕 太多計劃線 Covid你也搞不定 何況是這個熱,所以不可能 另外,第二則新聞 大家聽完可能會無管都動 就是原來英國有一個日子 我也是今天第一次聽的 是嗎? 原來每年都有的 就叫做Flying Ant Day 中文就是直譯,非藝日 原來英國每年都有一些特定的日子 會有三五成群的飛蟻 一群 飛來飛去 很多時候可能會去到你家的花園 你走過的話 可能有一隻二隻就躲在你身上 其實昨天也有的 我今天已經有了 我今天走到花園那裡 不知道跟你說什麼 後面突然走到一隻蟻 黑色的 黑色的 我看不到有沒有蟻 我只看到有隻蟻 要被你摔死了 一隻手指摔死 一隻手指摔死 年輕的觀眾未必知道我說什麼 一隻手指摔死他 大家要小心 這些時間可能要關好門窗 免得飛進你家裡 今天松太已經是另外一個日子 就是飛烏鷹日 松太今天是拿著一把烏鷹棒 我們一邊吃飯 松太就一直在那裡沒有劍 因為那些烏鷹很壞 一趁我們吃飯 他就飛進來 松太就不值得 不想飛來飛去 他在那裡吃飯 他就在那裡掃來掃去 可以嫌我慢 快點 他沒有用的 拍烏鷹 我是完全不行的 我是零反應 完全反應不切 那麼 飛矮日 就不單止是有烏鷹 還有飛矮 那這個東西行不行 你是不是電飛矮 今天他燒焦了 我還沒說完 他拿著那個電烏鷹棒 燒到焦了 那隻烏鷹 然後我聞到一股糯的味 我不是開玩笑 我不是誇張 我真的聞到一股糯的味 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 燒烏鷹是什麼味 是不像肉的 總之是焦了 另外就是那個飛矮日 我想說回飛矮日 飛矮日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會發生 有一個特定日子 原來就是每年7月的第三個星期左右 為什麼是第三個星期呢 就是因為他們要在一些比較熱的溫度 和比較低速的風的時間 風速不可以超過6.9m per second 另外的溫度也不可以低過13度 那很容易 英國夏天也高過13度 但是如果越熱的時間 譬如你30多度的時間 他就越容易滋生飛矮 去年聽聞是由溫布頓那邊開始飛 所以倫敦地區的朋友要注意 所有的蛇蟲鼠蟻在倫敦都會先起行 譬如老鼠那些 因為倫敦都是最旺盛的 另外一些飛矮 蛇蟲鼠蟻 可能會在倫敦那裡蔓延開去 就是他們說的 新聞說不是我說的 另外就是 那些飛矮 因為他們要時間建立 我們現在剛剛好 下個星期就是第三個星期 差不多了 下星期三十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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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建議大家做一件事 你可以上去搜尋 搜尋 有些叫做bespoke的 一些flying net 我不用bespoke bespoke的window net 200多磅 就做兩隻窗 那些框 那些有點貴 那我見過有些call的價錢 就說到要做到大門 要六百多磅 那些很貴的 超貴的 那整整間店 我就要花幾千磅 是 裝閘也不用這麼貴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搜尋一下 我知道亞馬遜也有一些蚊匠型的東西 就是用魔術貼貼的 就是你用魔術貼貼著窗框 然後就有一個蚊匠 有一個網在那裡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那些蚊匠 又會阻擋那些風進來 你到晚上你會更加焗 所以這個你就真的自己要有取捨 你真的有很多汗 你撥一下吧 先說到那些蚊匠 那些蚊匠 很多人會怕會不會咬人 我回答大家 他是不會咬人的 但是有時候他咬 他不會像蚊匠一樣 瘋狂刺你 他不是吸血 對,他不是吸血的 有時候就會留下痕跡 就有一點痕跡 一顆仔 就沒有蚊匠那麼惡搞的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太過擔心 還有不要想著去找蚊匠殺死他們 屋內的除外 屋內的我不知是怎樣處置 但屋外的那些 其實是對生態環境是有幫助的 因為那些蚊匠 是會捉了一個巢之後 他們會變成一些蛋白質給那些鳥仔吃 他們有營養 我不知道是不是蛋白質 總之就是給鳥仔吃 那些蚊是蛋白質 總之那些東西是給鳥仔吃的 而且那些東西化了之後 對你那些花園上面的泥土 也是很幫助的 那你就不要殺太多 但是有很多觀眾問 松仔,但我家裡只有石地 對你的石地是沒有幫助的 但如果你家裡有泥土的話 它是會令你的泥土更加肥沃 長出來的花朵會更加漂亮的 另外說起你的花園草地的問題 在英國夏天的時候大家要注意 因為跟香港不同的地方 第一,在香港是沒有花園的 是沒有草的 大部分都沒有 你住村屋那些不算 第二,就是你有花園也沒有草的 剛剛松仔說了 第三,就是香港的夏天是濕的 是濕熱的 有很多水的 水份很高的 英國的夏天就不是的 英國的夏天不是雨季 英國的夏天是 冬天才是雨季 夏天是寒季 寒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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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寒季 你那些草就會變得很黃 會死的 會壞死的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真草的話 你不妨上去Amazon買一個 插進去的水喉 好像是混互冷的 那等級的 一些 doctrine 很便宜就是說 幾磅45磅 那你一插下去 就會自己在那裡做圓 那你就 每一天都要去去浸下水 即是跟你的花園不同 角落 淋濕你的草 否則 medieval 那些草很快就會壞死 所有的還 Burns 已經 Synology ��我一足액 那樣 像我一樣 另外呢 英國現在的山火 英国也有山火,湿成这样也有山火 没错,是干得有山火 你记得很多年前英国说是干旱,夏天就因为没有雨水,令地下干了 前两天才收到讯息叫人不要用那么多水 英国会是这样的,如果夏天太干的时候,它会限制你不让你洗车 所以这些时间你洗车是真的可能有犯法的 因为它会要你节约用水,不让你用那些水喉噴,或者用那些水喉噴 它就叫你用两桶水洗,就叫你不要尽量倒这么多水出来,浪费食水 那是会有这样的警告的 但是通常很可惜的地方,很讽刺的地方就是,通常它一投出了这样的警告之后 第二天我们就倾盘大雨,然后第三天就开始水浸,就出水浸警告 和冷气机同一个道理,买了之后就不热了 英国也是这样的,你买了冷气机之后,你就会发现不热了 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倒你自己的运气 它一出警告,第二天就水浸给你看,英国是很神奇的 还有,山火其实也是在英国的異仗 因为我们小时候,小朋友吃烟,不是小朋友的 十多二十岁的时候吃烟的时候,那些人都是周围扔的 是的 你在香港,你会很害怕你烧着东西的 譬如你之前有八仙岭山火,小小东西都会辣得很厉害 在英国没有试过 我自己没有听过,我真的没有听过烟头烂着山火 我记得大学那时的垃圾风烧着了 那是因为太多人在垃圾风上煲烟而导致它烧着 那和山火是没关系的 英国基本上冬天,如果你可以烂得着那些草的话 我想你直接要倒火水才会烂得着 你就这样找火机谈也谈不住 大家千万没事,我不是鼓励你随地丢烟头 不是挑战 这不是挑战 千万大,千万没事 我纯粹是告诉你,小时候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发生过 另外有一宗新闻也是很大件事 因为现在旅游旺季了 而且你到处地方开始解禁 大家真的很想去旅行 很想搭飞机 前世没搭过飞机的感觉 大家都很冲动涌去机场 因为机票哪怕多贵都有人买 但是由于真的太多人想出国 而且机场也有酝酿罢工这些浪潮 所以英国伦敦的希斯路机场宣布了 7月12日至9月11日期间 它会限制出境人数 没错,你没听错 限制你出境 每天只可以有10万人在希斯路机场出境 如果你超过的话 它是会取消你的那班飞机 又或者改去另一个机场起飞 如果改到的话 是 因为现在 航空公司之前 就已经响应政府呼吁减航班 因为政府已经说搞不定了 但是现在航空公司仍然 每天在卖四五千个位置出去 是的 机场就说 他们只能够容纳10万个旅客 过了的话 它的服务质素 就会降到不允许 不能够接受水平 我心想 现在是不允许 慢着 如果希斯路机场也告诉你 因为服务会去到不能够接受水平 大家记住一定不相信 这个绝对会是事实 如果你终着的话 你一定会后悔 现在已经是说 有几万个行李在那里 没有人理 那些人都坐在那里 那些短途航机是塞到爆了 很多朋友如果要回香港 或者你去亚洲地区 我相信这些应该会好一点 因为长途航机 你的成本高一点 那些人过来 那些人都要走 要回去再做第二转 所以我觉得长途航机 取消的机会 会比你小 例如飞法国 飞西班牙 飞Tenerife 马力加 英国人最喜欢去的地方 那些一天都不知道多少班 那些巴士 这头上飞机那头下飞机 大家在香港可能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机会这样搭飞机 因为我以前工作关系 整天去Belfast做事 英国在小型机场搭飞机 是你走出个停机坪 上飞机 接着再下飞机 又再走出来 又不用帮助控制 因为你是飞境内 只是拿着驾驶 就已经可以搭飞机 那种感觉很奇妙 即是你在香港 因为你那头下飞机 然后那头就有班人 又再上巴士 是的 直接是你在等着 你见到飞机降落 接着他在下飞机 接着他在下飞机 他在下飞机 他在下飞机 就直接上飞机 就是上飞机 是没有分别的 最后也想回应 之前我们那一条 讲的 鱼和饭餐 英国 很惨 没有口味的问题 之后才发现 原来 有些网友告诉我 香港 就是那个鱼和饭餐 是 就是他们隔壁 吃的那堆东西 原来就是 那个鱼和饭餐 基本上 有些人说 我吃完 这么难吃 儿子就跟他说 爸爸 其实我们吃了几年了 不过没有跟你说 这个意思 真是很惨 所以我觉得不能够比较 两样东西是完全不能够比较 还有我那时候说 有20-30%的学生 是受资助吃免费餐 其实很多人都说 最多都是小学有 还有比例很低 而且大部分其实都要付钱 也有很多家长 根本选择自己出去吃 或者吃其他东西 就算有得选择餐单 都不会吃过餐单 就是你可想而知 是有多难吃 而英国的大部分小朋友 其实就不会的 都是吃学校的东西 学校只要有个 餐厅的Chef 那他煮食的质素都可以的 宋太太之前有说过 你有个什么情况 我小时候 初中 应该是初中的时候 那些食物吃午餐 每个午餐都有一辆车 就是煮好了一份份 拿来的 然后有一天 有个同学在厨房里嘔 在厨房里嘔 在厨房里 就是在餐厅的厨房里 刚刚嘔了 在厨房里 整班人看着他嘔 对 那接着不是很大件事 之后 死死地气 也是邀请一位Chef回学校煮 给我们吃 就是要这样才行 大家知道 如果你学校那些东西 是很难吃的 在英国 而他也是中央处理 没有厨师的 那大家可能会在一起 是啊 我说早响 如果吐了就有好东西 吃了 一早就吐了 扣喉 老师 我 另外有见及此 就是见到英国 因为物价高涨 那些人吃不起饭 那些小孩很惨 那些小孩很惨 很可憐 很饿 说到 但是英国的私人机构 很多都很大爱 那他们做了什么呢 就比如Morrison 或者Astar Ikea Bella Italia Dunnam 这些都推出了一些很便宜的小孩的午餐 或者晚餐 比如像Morrison 那样 因为英国的所有Morrison 大部分都有这个咖啡 你可以吃他的东西 虽然那些东西不是特别好吃 同学校那些差不多 比Morrison 好吃 比Morrison 好吃 总之吃得饱 也不会扣喉 他就说 你只要大人洗四磅九九 那弟弟就下午三点之后 免费吃饭 通常半天是全日的 如果是放假的时间 全日都有这个优惠 半天就是这个优惠 那Astar 就更好些 Astar 就是任何小朋友 进去只要给一磅 他就可以吃一个 不用大人消费 对 不用大人消费 就可以吃一个餐 那这个就是有限期的 就是7月25号 直到9月4号 正正就是夏末假 正正就是暑假 因为暑假没有了学校的餐 没有了个lunch 那变成了家长就要提供了lunch 有一些低收入家庭 确实是未必负担得起的 就是有之前在COVID的时候 已经有说过这个问题 因为那些低收入家庭 要在家中zoom 就没有了餐饭吃 那他就觉得很吃力 很困难的 所以呢 这些超级市场 其实早在COVID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推出这类型的优惠 那IKEA的话 就是你买5磅 5-5磅 就可以有两个小朋友的餐了 那如果只有一个小朋友 那怎么办呢 那大人都可以吃 吃两份 大人吃小朋友的餐 大人吃小朋友的餐 那谁吃他就控制不了你的 对吧 那Bella Italia 就是如果你是大人的话 吃饭的小朋友就一磅 那他有限时 四点至六点 Monday to Thursday 五六天的那些时间就没有了 那我就觉得这些就很人性化了 那Yo 是不是Yo Sushi Yo Sushi 也有 寿司也要搞这些 Monday to Thursday 你买了10磅 给了10磅的钱就免费了 那如果我是需要吃那个餐 我不会去Yo Sushi 我会去Yo Sushi 阿仔 你是不是很饿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件三文鱼寿司 妈妈 很小的饭 就是搞不掉 吃不饱 但是我觉得这些很人性化的一些措施 也是自发性的 不是政府资助的 那还有呢 我觉得如果大家自己负担到 就尽量就不要用这些 这一类型这样的 濫用这些优惠 因为我觉得优惠是 是留给一些真的有需要的朋友仔 那当然 如果你刚巧去那里吃饭 那他说是收你一磅 不然我说不要了 我给你五磅 那你不会这样做的 而且超市市 其实都赚很多钱的 所以也不用太过紧张他们的收入 好了 那今集的时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的话 记得要点赞、分享、订阅 按下叮叮钟 那就知道我下次什么时候出片了 大家跟我一起祈求 今个礼拜日千万不要40度 千万不要40度 大家明天再见 拜拜 为什么你真的这么多汗呢 因为我要一路说 就要一路想 一路想又要一路说 就好像一个CPU Overload Overload 会过热 过夜会散热 那你现在就好像一张 Display Card 里面那两个风扇 那样 帮你一张Display Card 在那里散热 可以加RAM 不好意思 有限 我这个打开不了